那么说完这些东西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标准的异常处理代码 标准异常处理代码到底是怎么写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1.6版本及其以前的 我们叫demo7 然后叫做try finally f-a-n-a-l-r-y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六行的核心代码写出来 file fileinputstream fs等于 new一个fileinputstream 然后我们读的是xxx.t 然后我先不把一堂抛出去 我们要写标准的了 fileinputstream 然后来个fos就等于了new一个fileinputstream 然后来一个yyy.tit 然后再来intb 然后再来while 括号括号 b就等于了fis.read 只要是不等于-1 那我们就来一个什么呢 fos.write 写出这个b 然后来一个fis.close fos.close 好 我给你说这六行核心代码都怎么样 是不是都有一场啊 那么他读 读有可能这个文件是不存在的 他写 写有可能是这个路径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个文件呢 有可能是不可读的 这个文件有可能是不可写的 就写写不过去嘛 然后那关流的时候呢 有可能把它关不掉 为什么 为什么关流会关不掉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这个水龙头 你在去关的时候呢 你在一关的时候 水龙头那个b断了 那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关不上了呀 所以关闭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异常出现 那好了 那现在这六行代码 都有可能有异常出现 那我就写一个标准的异常处理代码 那么因为IO流 它底层 它是用来操作底层的 所以呢 在这里面我们不能用trycatch 如果你用trycatch 就相当于把问题给隐藏掉了 没上没向上去暴露 对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给抛出去 那同学老师 那抛出去就简单了 我们就直接来一个 哎 死肉以下 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 这么抛出去 是不太负责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在这这么抛出去之后 那么这个流啊 有可能会关不掉 为什么有可能关不掉呢 大家来看 我这句代码执行完 是不是证明怎么了 是不是证明 你开启了一个流对象 那么这句代码 它在执行的时候 假如说 没有找到这个路径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出一场了 那出一场 这个程序就怎么了 就终止了 那么终止 后面代码就怎么样 就不执行了 那后面代码不执行 就意味着你这个FIS 没有怎么样 没有关掉 也说我希望 无论如何 你得把我这个流给关掉 然后呢 你再去退出去 明白吗 所以 我们不能仅仅去抛 还应该再加个finally 但是finally呢 又不能单独去使用 它必须跟谁一起使用啊 跟这个try一起使用 那我们就把有问题的代码 都放在try里 然后把关流的动作 全放在finally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我们应该保证这个流应 能让它关掉 好 这个try 括号 然后把有问题的 这些是不是都有可能有问题啊 那都放在这里面做检测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finally fnary 然后呢 把这些我都放在finally里面 好了 那我这么写完之后 为什么FIS会出错呢 大家别忘了这个作用域的问题啊 你在这里面把 file input stream和file output stream 全放到try里面 那就怎么样了 那就肯定有问题嘛 它只在这个范围有效 出了这个范围 这不就没有效了呀 所以应该把它怎么样 把它拿出来 Ctrl C Ctrl V 这里面等于的是 no 然后再来一个 Ctrl C 然后呢 Ctrl V 这也等于的是 no 好 那么现在 现在呢 我们来看 这里面是 创建完了 创建完之后呢 这面也怎么样了 是不是也关掉了呀 那我为什么要等于no呢 如果我在这里面不等于no 就直接这样写 行不行呢 来看 不等于no 不等于no 为什么也出错了呢 为什么我刚才要加no 我问他呀 那你看啊 如果这里面不等于no 这是不是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 是不是相当于没有被处处化 那么如果你在这里面上来 没有创建成功 就相当于没有对FIS进复制吧 你没有读到这么一个文件 我现在没有这样一个XXTIT文件 那是不是读取就失败了 读取失败 然后呢 你用一个没有被复制的变量 去掉用close的方法 可以吗 我们说局部变量在使用之前 必须进行啊 复制 所以别忘了 这地方我们要加一个no 加一个no 然后呢 这还不算完 为什么还不算完呢 你看啊 你在这里面先复制为no 然后呢 到这创建 哎 没创建成功 没有读到这个XXTIT 那FIS里面 是不是一直记住的是no 那在这里面 一直行no来调用方法 会怎么样 是不是出现空止人一场啊 而你是no 就证明你没有把这个流对象开启成功 没开启还用关闭吗 是不是就不用关闭啊 所以我在这里面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FIS要是不等于no 那我就怎么样 就来一个FIS.close 好 那么再来 如果FOS要是不等于no 那我就来一个FOS.close 能明白这意思吗 哎 你只要是不等于no 我再对你进行关闭 因为等于no 根本就要不用关 然后这个完了吗 还没完 为了严谨起见啊 我们还应该再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呢 大家看啊 我这个程序呢 哎 这些都没有问题 到这里面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finally里面 是一定要执行代码 这是没错的 但是呢 在这里面 如果抛一场的话 它也一样会让程序终止 你走到这里面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这里面一出一场 程序一样会停掉 那么如果你在关输入流的时候 出问题了 比如说 这个输入流在关的时候呢 不小心这个 什么数据会崩溃啊 或者是这个 服务器当机啊 等等 其他一种情况嘛 最后导致你这个输入流没关成 那么输入流没关成 我们建议的是 能关一个就关一个 你输入流没关成 是不是建议把输出流也给关掉啊 那这个怎么做呢 再来一个finally 那这就是finally的欠套 来 这来个try 然后呢 把这块内容怎么样 拿到这来 它只要一出问题 我们就走什么 是不是再走一个finally 然后再来一个finally inally 好 那么把这块内容我怎么样呢 点切过来 然后粘贴进来 好了 我们来看啊 这就是一个tryfinally的一个欠套 那么这么做的目的是干嘛呢 能关一个 尽量关一个 如果一个出问题了 另一个也肯定怎么样 能被关掉 tryfinally tryfinally finally的线套 线套 目的是能关一个 尽量关一个 能关一个就尽量关一个 那么这个才是1.6版本 及其以前的标准的异常处理代码 这里为什么抛呢 这里抛就是告诉你 I要流是底层代码 我们最好是把问题给抛出来啊 好了 那么这个代码呢 要求你去掌握 但是在真正做开发的时候啊 我们很少去写这么复杂的啊 很少就照顾你说 你这个流必须要被关掉 怎么怎么样 都是像我之前写那个代码的 但是你这么写 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面试的时候会用到 平时呢 也建议你最好是写标准的 因为我们这个流啊 能关还尽量是有关掉的 要不然的话会耗费我们的资源 好 这个值点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啊